我昨天过来剧组的时候 本身就想着说要不要昨天就剃了 但想今天正好一块定装 一块剧 不然昨天我就打算自己尝试一下 所以老师他直接摁着 就剃就行了 直接剃着头一剃就好了 有点异点这感觉 但我想起来一个问题 我这个后脑勺自己提不到的吗 没关系 我这好好玩这个 从今天开始 我洗脸直接抹一把就把头也洗 之前就是在部队的时候我是寸头 但是没有说要像这样一个光头这么广 但还蛮好玩的 其实说实话 在看这个剧本就说 能来拍这个戏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所以我只是就是真的很期待我 这样怎么业 然后昨天其实我试装的时候 我看到李青的那个盼相 我就更期待 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剃头感觉不需要做那个心理建设 你看 没什么可能 我心里建设 这是我这几年都没有感觉快得凉爽 我觉得 很专业吗 我刚才可是只经过了老师一分钟的训练 他跟我说 就用推子就推就行 老师我后面够不着了 可能后面得辛苦你们帮我剃一下 其实我脑袋还挺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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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不大 一看剧本开始 这一天我已经期待了三天 我觉得这个像 洗澡 那个洗漱就真的很方便 好 哇竟然还有一个工花胡刀 是再刮一点 不放摸一下头 刮劲放到哪 放到哪 放到没有 这种感觉比较奇妙 这种感觉比较奇妙 味道明点 诶 这刚刚又不一样 两爪 感觉我现在很节能 非常得月 比我小分钟感觉还好 感觉 感觉飞碎头一下子 现在很清新 好 谢谢 感觉的